你好,今天要和你解读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三万字 我会用大约二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爱情从来都不仅是美好,它还会有戚风苦雨和无奈 那本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人物特点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不足为奇 因为在前几天我看到了网上的出轨数据大调查 腾讯问卷曾做了68,119人的有效调查 发现60.2%的男人和38.1%的女人曾经出过轨 但男性和女性的出轨对象有着很大的差异 女性的出轨时间更多是集中在和丈夫吵架冷战时期 由此也可以看出女人的本质是因爱而性的 他们选择的对象都是熟人,因为熟人容易产生感情 而男人出轨的原因和妻子的感情关系不大 更多的是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出轨 这就取决于他什么时候遇到诱惑 而男性出轨的对象更多是陌生人 由此可见,男人对女人来说更容易在不同的爱之间徘徊 未曾得到的爱总是那么的美好 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写于他和胡兰城热恋之际 胡兰城咱们都知道风流倜傥,文采出色 更主要的是他理解张爱玲 张爱玲后来写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那这本书张爱玲用一个男性的主人公视角和感触来讲故事 珍宝生命中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她的热情娇俏的红玫瑰 一个是她真烈圣洁的白玫瑰 一个是热烈的情妇 一个是圣洁的妻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 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质 这本书的作者张爱玲是著名的女作家 慎常写女性故事 以女性的视角探索女性世界的奥秘 因为她懂得女人的内心 了解她们的愿望和追求 所以更能够将自己生活中的阅历 提炼出精华 让你了解到她对人生和女性的独到见解 张爱玲曾说 笑全世界与你同笑 哭你便独自哭 她笔下的女性们大多对物质疯狂追求 在这本书当中 她写出了有些女性的人格和情感 心里不健全 比如说娇蕊 心如公欲 谁都可以住进来 好了 那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解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和镇宝缠绵前权 被屎乱中弃的娇蕊 繁花蜜叶遮掩的爱情故事 往往最容易泄露天际 婚外情就像英素一样 充满了诱惑 第二部分温柔闲静 让镇宝食之无味的孟烟鹏 妻子的情商高低 决定了婚姻的温度 第三部分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女人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才会增添你对男人的魅力 好 首先呢 我来介绍的是第一个部分 和镇宝缠绵前权 被屎乱中弃的娇蕊 第一部分啊 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开端 所以我们用稍微多的一些篇幅来为大家讲解 小说中的主人公叫佟振宝 他是一个贫寒子弟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出了国留了羊 他是一个最和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一心啊想建立一个对的世界 他侍奉母亲非常的周到 他义胆中肝 悉心提拔兄弟 他火爆认真的办公 热心意气客气的对待朋友 父亲早是寡母弟妹都是他永远的负担 他的人生轨迹啊 早已经规划好了 不能有半点差错 在巴黎 镇宝呢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性经验 他在妓女的身上花了钱 却没有拿到主动权 这在镇宝以后的日子里啊 总感觉到有点屈辱 他要做自己的绝对的主人 镇宝在遇到朋友的妻子王娇蕊之前 曾经有过一个初恋 名叫玫瑰 她是一个口眉遮拦的女人 她和镇宝随随便便 镇宝认为她天真 玫瑰爱着镇宝 镇宝却不认为玫瑰并不适合做她的妻子 镇宝快要离开英国 最后送她回家 吻她时 玫瑰眼泪流了一脸 镇宝做梦也没有想到 玫瑰爱她爱到这个程度 她的自制力让自己啊 充满了惊喜 镇宝在朋友王世红的家里啊 见到了她的妻子 王娇蕊 一个热情似火 娇艳欲滴 风情万种的女人 镇宝搬进世红的家里以后 世红去新加坡办事 她从娇蕊的电话当中了解到 她有一个姓孙的情人 娇蕊临时决定 不见情人 镇宝喝茶时 想到了原因 娇蕊背着丈夫和姓孙的藕断丝连 怕是担心啊 自己碍言 镇宝心里啊 有一些顾忌 无论如何 娇蕊这个女人是不好惹的 于是啊 她添了几分抵触的心理 娇蕊在和镇宝喝茶聊天中 告诉镇宝 她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 镇宝就随口问她 有空房间招租吗 这娇蕊啊 却不应声 镇宝告诉自己 不能认真 那是自找麻烦 她决定以后啊 设法躲着娇蕊 有一天晚上 听见电话响 许久没有人接 她刚跑出来 灯光之下一见到王娇蕊 却把她啊 给看待了 娇蕊呢 穿着一套睡衣 乌巾里面 站出了局率 漂亮极了 镇宝就笑着问她 一个人在家不怕她吗 娇蕊笑道 她不怕同一个绅士 单独在一起的 镇宝在黑暗中很震动 其实从这儿啊 也不能看出 镇宝已经开始 对娇蕊动心了 她一晚上没睡好 她告诉自己 娇蕊有着多个情妇 多她一个也不多 她用不着 对她有任何说法 一天 她约了几个朋友上馆子 好容易熬到席中 便身不由己的 跳上了公共汽车 回到寓所来 娇蕊呢 在那儿弹琴 这弹的呀 是那个时候 最流行的影子华尔兹 她立在玻璃门口 久久的看着她 她眼睛里 生出了泪珠来 因为她和她 到底啊 在一处了 两个人 不仅在身体上互相吸引 心也在不知不觉中 逐渐的贴近 可是娇蕊只顾自己的琴 镇宝呢 帮她掀琴谱 她也不理会 于是镇宝就坐在琴凳上 伸手拥抱她 把她给搬过来 秦生戛然而止 娴熟的把她的脸 偏了一偏 哎 他们啊 结吻了 娇蕊的床太讲究了 镇宝睡不惯 那样厚的褥子 早起啊 还有点晕床的感觉 那个婴儿的头脑 与妇女成熟的身体 还是征服了镇宝 娇蕊的风流 让镇宝以为 与她相好是一种便宜 是没有约束的欢愉 一切都会是 好聚好散的一个约定 可是娇蕊却认真了 爱情中的地位也变了 谁先爱上谁 谁就输了 先成为依赖另一方的人 谁主动了 在爱情中啊 就变得被动了 娇蕊说 她真爱上了镇宝 并为她打造了一所新局 而舍弃公寓房 有一天她就说 她将等世红回来 把他俩的一切告诉世红 然后同他离婚 嫁给镇宝 镇宝都没敢接口 只是说到 他看这事啊 忙撞不得 先去找个做律师的朋友 问问清楚 以免弄得吃亏 镇宝的迟疑 娇蕊毫未注意 他十分的自信 以为只要他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别人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一天镇宝相约娇蕊看电影的路上 遇到了镇宝素食的一哥 外国老太太 镇宝留学的时候 家里啊 给他会钱带东西 常常拖他的 镇宝将娇蕊 介绍给艾许太太道 她是王世红太太 现在他们住在一起 艾许太太问 镇宝手里的报纸上 有什么新闻吗 由于艾许太太老花言 镇宝叫艾许小姐 拿着给他看 镇宝说 他本来请王太太看电影 没有好电影看 他当着人对娇蕊的态度 有点僵僵的 表示他是他家庭的朋友 可是艾许小姐 那窥似着的眼睛 让他觉得有一些不自然 那天晚上 睡在他的床上 他想起了在艾丁宝读书的时候 他家里怎样为他祭钱 现在正是报答他母亲的时候 他要一贯的向上 第一先把职业上的地位给提高 对镇宝这样的男人 情人的接受与否 往往的是口是心非 要不得才更想要 有些琢磨不定的爱 又不太爱 太爱他就胆怯了 第二天再谈到他丈夫的归期 他肯定的说 世红要回来了 他写了横空信去 把一切告诉了他 要他给他自由 这镇宝听了以后 歌了一声 撒腿就跑 跑到了街上 他意识到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 不可救药的阶段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根本就觉得 没有辩论的必要 像现在 他怀疑自己 入了圈套 他爱的是T米孙 他却说 为了他和他的丈夫 而闹离婚 如果社会不答应的话 毁的就是他的前途 镇宝肚子疼得厉害 住进了医院 他母亲赶来看他 娇蕊也来了 他母亲故意 当着娇蕊的面劝他 这么大的人 要知道当心自己 王太太要帮着他 劝劝镇宝 疼了的话 他听了先去 娇蕊走到床前 满身是痛苦的询问 镇宝烦躁的翻过身去 娇蕊留在那地茶 地水 地溺盆 镇宝也是不为所动 娇蕊就抱着镇宝的腿 嚎啕大哭 他烫得极气蓬松的头发 我一样冒着热气 他就像是一个孩子 受了冤枉一样 啼哭不止 最后的镇宝还是说道 娇蕊 你要是爱我的 就要替我着想 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 他的看法和我们不同 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他 他就只依靠自己一个人 社会上是绝不肯原谅我的 世红到底是我的朋友 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 以前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娇蕊 你看怎么 等他来了 你就说是同他闹着玩的 不过是哄他早点回来 他肯相信的 他是那样用心拼搏 努力向上的一个人 他怎么也不可能 让这一手打下来的美好生活 轻易就风流毁于一旦呢 更何况竟然是因为一个情人 于是他的牺牲就有一种必要了 镇宝一晚上没睡好 清晨睡意朦胧中 似乎又有人趴在他身上哭泣 后来知道那是娇蕊 这女人的心深的温暖附在他的上面 像一床软断面子的牙绒被 他觉得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奢侈 爱是无法感动的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等他完全清醒 看清一切之后 娇蕊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镇宝 一句话也没说 后来他听说他同王世宏协议离婚 娇蕊在与镇宝的错爱中 有爱的认真再到爱的一无反顾的可怜 这正是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他与胡兰城的婚姻 在胡兰城的烂情当中走向结束 张爱玲给胡兰城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的 你不用给我写信 其实写信我也是不看的 一个女人被辜负 对男人彻底失望后的觉醒 非比寻常啊 好了 上面的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部分内容 和镇宝缠绵前犬 被使乱中气的娇蕊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部分 温柔闲静 让镇宝食之无味的孟烟鹏 镇宝在母亲的央求下 终于答应取亲 镇宝看到孟烟鹏的时候 就决定啊 他做自己的妻子 孟烟鹏给人的印象呢 是笼统的白 他呀 细高深凉 脸生的宽容秀丽 他很少说话 连头都很少抬下来 走路呢 总是靠后 他不能自然的接受些分内的权利 让他替他加大一 他的反应呢 较为迟钝 结婚之后啊 镇宝对烟鹏有许多不可言说的 不满的地方 烟鹏因为不喜欢运动 就连最好的室内运动也不喜欢 镇宝呢 尽了丈夫的责任 尽可能的做到使他喜欢 但是他对他的身体并不感到兴趣 起初或许觉得可爱 对于一切慢慢习惯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很乏味的妇人 镇宝啊 就开始肃娼了 每三个礼拜一次 他的生活各方面呢 都很规律化 和几个朋友一起 到旅馆里开房间 叫女人 却对烟鹏说 到苏航去办公事 镇宝的心中呢 有一个神圣而伤感的一脚 放着王娇蕊和玫瑰 这两个爱人 他计划把他俩合二为一了 一个天真热情 痴心爱他的女孩子 他却为了自己的前途 以雷打不动的决定 舍弃了他 他在外面瞟 殷鹏绝对不起疑心 他爱他 是因为在茫茫人海中 指定了这个男人是他的 他把镇宝的话 经常的挂在嘴边 为令是从 从这儿呢 也可以看出 殷鹏对镇宝的爱 忠诚的有一些鱼 殷鹏无力应付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连庸人 也看不起主妇 他怕看见庸人眼中那种 轻蔑的眼神 为了自己女主人的面子 每次和女仆接触 他就未曾开口 就先皱着眉 撅着嘴 一脸稚气的怨愤 他只有在新来的仆人面前 才能够显示出 当家少奶奶的威风 因此啊 他总是隔三差五的换仆人 镇宝的母亲因此就宣扬 媳妇不中用 镇宝啊 对殷鹏极为失望 娶她 那是因为她的柔顺 而现在 他竟然和母亲因为琐事而怄气 他觉得呀 被欺骗了 他还是高兴的蒙着 但是啊 渐渐显出了疲乏了 有一次 镇宝和弟弟独宝 外出办事 在这个公共汽车上 遇到了娇蕊 他呢 比以前胖了 很憔悴 还打扮着 那艳丽有一些俗艳 镇宝就问他 怎么样 还好吗 爱在家的姓朱的丈夫吗 娇蕊呢 点点头 并隔两个字就顿一顿回应道 是从镇宝起 叫他学会了 怎样认真的爱 有了爱呢 是快乐的 虽然是些苦 可是以后仍然要真心的爱 镇宝从娇蕊的言行中 感受到了他的快乐 尤其是他说的那句 他不过是往前闯 碰到什么就是什么 年纪轻 长得好看的时候 碰到的总是男人 可是后来 除了男人之外 总还有别的 这些话 对镇宝的感触非常的大 镇宝发现 娇蕊成了一个贤妻良母 这使他心里的落差 就变得更大了 他抛弃的红玫瑰 成了他心口的朱砂痣 他的心头啊 甚至涌起了一种 妒忌的感觉 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镇宝呢 抬起了头 在公共汽车司机 人座右突出的一个小镜子里 他看见了眼泪 涓涓流下来的自己的脸 镇宝呢 回到家 马上啊 叫燕鹏把这个饭开上桌来 他仿佛要拿饭 来结结实实的 填满自己的空虚 镇宝啊 打电话叫来赌宝 急于从他那探听一下 早上见到娇蕊后的感想 从中啊 捕捉着过去的爱的痕迹 镇宝总之嫌 燕鹏啊 在家里做事 笨手笨脚 他因为家里 没有一个活泼大方的主妇 宁可多花两个钱 在外面请客应酬 也不把朋友往家里带 偶尔一四鹏来找镇宝 恰巧呢 他不在 燕鹏小心招待 言谈中啊 拿自己当提挤人 就抱怨镇宝的十斤眼 待人吃亏这点 燕鹏尽管美丽 闲静 却因为不会为人处事 让镇宝的朋友不喜欢 燕鹏没有女朋友 也感受不到 自己在家里的卑微地位 镇宝呢 不鼓励他抛头露面 担心暴露他的短处 突然引起许多是非 又有一次 镇宝听见他向八岁的 慧英诉苦 他不作声 但不久就把慧英 送到学校去住读 这家里啊 就更加冷清了 燕鹏在整个小说当中 就像是一个怨妇一样 除了抱怨镇宝 却不会想方设法 和镇宝沟通情感 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处事方法 博得镇宝的喜欢 他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啊 有一些卑微 是一个没有主见 没有情趣的女人 而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啊 他的妻子出轨了 那对方呢 是他们家的裁缝 这个裁缝啊 虽然年纪轻 身体呢 已经勾搂 哎 他就不懂了 这燕鹏 怎么会看上 如此一个不起眼的人呢 他觉得在家 常有一种污秽 他虽然容忍了这个事实 但是这个打击 将同镇宝的世界 彻底的颠覆 这个时候的镇宝呢 就想砸了自己的世界 他无法毁掉妻子 孩子 情人 及自造的家 他就决心毁掉自己 在放浪的生活中 无节制的喝酒 公开的玩女人 甚至将妓女带回家里 燕鹏是纯洁的妻 白玫瑰的代表 可是他的白呢 有点灰白 因为在感情上啊 他出轨于小裁缝 不管是寂寞 还是慰藉情感 他都不应该背叛爱情 让自己的真洁的感情 有了瑕疵 也让了已经不那么喜欢 他的镇宝 更加看不起他 这个时候啊 一向对丈夫唯唯诺诺的烟棚 开始觉醒 丈夫是靠不住的 这个时候 他变成了一个 有自尊心的勇敢的小妇人 而镇宝呢 也决定改过自新 做个好人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第三部分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书中啊 对每个人物的描写 都透支一种悲凉和无奈 虽然说每种感情 都会千疮百孔 但是女人啊 不要为了男人 做红玫瑰 或者白玫瑰 不要成为男人世界中的点缀 如果你依附于男人生活 失去了独立的自己 把感情的当做是生活的全部 沉浸在男欢女爱之中 这样缺少生命力的爱 也不能长久 男人的世界里 感情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要指望一个男人 会一辈子的对你好 除非你自己努力 在书中 乔蕊虽然风质 与多个情夫暧昧调情 可是他对镇宝呢 却动了真情 爱上了他 尽管这种偷偷摸摸的婚外情 见不得光 无论何事都为世人所不耻 可是他仍然趁着 世红出门在外 而忘乎所以的沉浸在 你浓我浓的爱河之中 珍宝呢 后来也渐渐的认识到了 这份爱啊 会给他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他又是特别看重自己 苦心经营的事业与名声 就开始烦躁 萧蕊呢 却期盼着与珍宝长相厮守 打算让世红啊 早点回来进行摊牌 然后呢与他离婚争取自由身 可是珍宝幡然醒悟 这份不是正大光明的爱情 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于是他就哀求娇蕊啊 离开自己 娇蕊在那一刻认清了 和珍宝的爱 就如扶贫 他只不过是他的一个 生命中的过客 他的感情过往 这份爱虽然生长发芽了 却只能结出苦涩的果实 娇蕊清醒了 后来嫁给了姓朱的男人 他在经历了爱的浴火重生之后 仍然选择追求真爱 追求美好的事物 他成为了贤妻良母 而珍宝啊 再次邂逅他 惊诧于娇蕊的变化 勾起了他对他们 曾经爱情过往的回忆 那种没有得到的骚动 在内心里翻滚着 盐鹏本来是 珍宝理想中的结婚对象 盐鹏虽然说长相不错 个头高挑 但是他的性格呢 比较内向 寡言少语 与珍宝相处 不会拨动男人的情绪 让珍宝燃不起激情 他不擅长运动 尤其是与珍宝之间的 私密运动 他那比较寡淡 久而久之 珍宝开始的异点好感 倒对他索然无味了 而盐鹏还把珍宝 当作是自己的整个世界 盐鹏就是传统女性的代表 她的思想里充盈着 驾汉驾汉 穿衣吃饭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珍宝传 自己啊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力更生 或者是找一些喜欢做的事 让自己成长 盐鹏从早到晚 又于家庭所事中 鸡毛蒜皮的事啊 与婆婆怨气 被珍宝当着用人的面 呵斥她不懂得争辩 在珍宝的眼里 她的女主人地位 就像是摆设一样 得不到珍宝 婆婆 甚至是仆人们的尊重 而她呢 又不善于社交 没有自己的朋友 心中很多的情绪啊 得不到释放 只能够借助于 听无线电 来打发自己的寂寞时光 最为可悲的是 珍宝的规律性嫖娼 每三个礼拜一次 盐鹏啊 一直蒙在鼓里 还信誓旦旦地认为 是珍宝啊 工作忙 还极力地在周围的邻居面前 维护她的好先生形象 一个女人 如果眼中把账法看作了天 而忽略了自己的存在 丧失了自己的尊严 低到尘埃里 为其家庭啊 注定是失败的 一个女人 如果不能独立 不能跟自己的另一半 共同成长 是很难逃脱 被嫌弃的命运的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 让我来简单的 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的主要讲述了 珍宝与热情如火 敢爱敢恨的娇蕊 相遇相爱相知 本来珍宝以为和娇蕊啊 只不过是逢场作戏 你行我愿的偷行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 娇蕊在与他的相处中啊 动了真情 爱上了他 并且打算离婚嫁给他 珍宝的底线被突破了 他的好男人人设 就要因为和娇蕊的见不得人的私情败露而坍塌 那是珍宝所不容许的 所以女人在婚姻中啊 无论有多苦 也无论遇到多么令自己心仪的婚姻之外的男人 也不要和他产生情感纠葛 否则就像是飞蛾扑火 落得伤痕累累 终被抛弃的结局 第二部分呢 主要讲了珍宝与阴鹏的犹如白水般的婚姻生活 珍宝本来结婚的时候啊 以贤妻良母的想法娶了阴鹏 可是阴鹏的冷淡个性和他的低情商 让珍宝颇为不满 他所做的一切都以珍宝为主 可是他处理家务的能力 却达不到好妻子的标准 在情感上 他竟然和自己家里的貌不出众的小裁缝油染 弥补自己的内心空虚 面对珍宝的自暴自弃 他不但和珍宝的朋友抱怨 还和自己的女儿诉苦 这更让珍宝加以反感 所以看来 一个女人如何守住丈夫 营造幸福的婚姻生活 也是一项学问啊 第三个部分呢 主要表达了女人要做自己的主人 既不做红玫瑰 也不要做白玫瑰 毕竟那都是男人生活中的调味品 自己会随着男人的喜怒哀乐 患得患失 唯有封印好自己的身心 让自己成长起来 快乐起来 魅力起来 才会招风引蝶 让男人心甘情愿珍惜眼前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